你还在犹豫要用哪一款AI吗? 废话!当然是全部都用啊 小孩子在做选择!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挑战用AI写出 可以同时使用三个AI的聊天室! 有点绕口令齁 TRAGPT, MEJOURNEY, CLUB 我全部都要!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命令AI写一个 串接他们三个API的程式 你们觉得会花多久呢? 总而言之我们怕今天这集我录完 就变成一句白骨 或者是可能最后没有写出个什么名堂 所以我已经提前帮大家做完实验了 我写了超级多个版本 真的写不完我告诉你 但最后的最后呢 我还是写出了一个可以同时使用这三个AI的软件 这中间还出现了一个支线任务 就是我还另外写了一个可以联网的TRAGPT 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三个AI 他们的API都没有开放联网功能 也就是说你今天想要把这个AI自己拉出来写一个程式的话 他们是不能自己上网搜寻的 所以我又另外找了一大堆Google搜寻 还是什么binnews的API把它接到TRAGPT里面 那这两个写完的东西呢 我会把写好的Python档给大家下载 我会把密码散落在这支影片的随机处 要全部看完才会知道喔 那我们最后呢也会稍微讲一下 要怎么用这个Python档 那我们就开始吧 那首先呢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自己是完全没有学过写程式的 今天这部影片主要是实验一般人 使用AI可以写程式写到怎样的地步 那我今天呢主要是会用Gemini的付费版 原因没有为什么 就只是我觉得它用起来比较顺而已 那如果你觉得有什么工具更好用 例如说最近有很红的Cursor之类的 都欢迎在留言区推荐给大家 那我们第一个来先看这个三个AI不能上网 我写了多少个版本 我写了11个版本 太疯狂了 然后大家看我在Gemini 我在Gemini里面 真的问了太多问题了 我现在已经找不到我第一次用它的对话在哪里了 那我的第一个版本我用的方式就是 我跟它说我要写一个四方对话的Python应用程式 然后下面我就会贴它们三个AI的API 那这个API它是官方有一个固定的格式 就是要怎样叫出这个AI 它是必须要符合这个规则的 所以我就直接告诉Gemini 它们的规则是什么 应该说给它看范例啦 那看完范例之后呢 有的时候它会成功 有时候它不会成功 那可能就要另外修改之类的 那我的初版呢 是写在一个叫Gradio的界面里 它就是有现成的一些界面你可以直接用这样子 那现在出来呢就是一个对话时窗 我来试看看 那我这个第一个版本 它是很奇怪的就是 AI的名称出现在右边 然后它们的回复在左边 那其实可以同时串击到三个AI 已经算是一个蛮大的工程 就是中间可能都要来回修改非常多次 就是可能没有办法成功串到啊 你就要自己去修改 而且尤其三个AI 它们里面的格式是不一样的 例如说大家看到Cloud它的回答 这边就有一个很奇怪的格式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处理掉 那因为这个版本有非常多不完美的地方 所以后续我们又增加了非常多的版本 那这边我们就是可以随便问它任何问题 它都可以直接回答 只是它们都没有联网功能 这是官方规定的 就是API是不能联网的 那有了这个出版之后呢 我后续的修改 都是直接把错误的地方 或是我想要更正的地方 直接跟Gemini讲 我可能就是会把这个出版的程式码 全部复制之后丢到Gemini里面 让它看 然后说我想哪边想要修改 或者是今天如果出错的话 它在终端机这边就会写说哪边有错误 那我可能就会把这一段整个复制起来 然后直接让Gemini看 那Gemini就会想办法帮我解决 那大部分问题其实Gemini的确是可以解决 但有的时候它会越改越偏 这是第一个问题 越改越偏 然后第二个问题 就是它可能会串改 原本已经正常的程式 就是例如说我哪边原本写对 它竟然把我改成错的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要特别小心 有的时候你写到一半 你还是要回去检查一下 它有没有偷偷给你乱改一些东西 举个例子好了 例如说我这边用的模型 我是用最新的GPT4O 可是有一次呢我修改到一半 就是我这边有很多个版本嘛 我好像修改到7还是8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却GPT还有CLUD的模型 都是旧的 而且是非常旧的版本 而且因为这些AI 他不知道GPT4O是最新的模型 所以他会觉得4O是一个写错的字 他就会自己帮你擅自改成一些GPT4 或是其他的名字 然后你一定要去检查你才会知道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小小的缺点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版本 那第二个版本它帮我改成就是有三个按钮 你可以自己选择现在回答的是哪一个模型 那我们来试看看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选择说 你现在希望哪一个AI来帮你回答 因为他们有各自自己的强项嘛 像上一部影片里面就有说其实某个AI它可能在某个领域比较强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一次使用三个AI 密码的第一个字是8 那这个版本呢有一个缺点就是 左边没有显示回答的是谁 所以如果你聊天聊到一半 你就会不知道前面发言的那个人是谁 然后包含这个Cloud它的格式非常的奇怪 所以我们也会陆续的把这些东西给改掉 有没有就是写不完啊 因为有太多东西可以改了 所以导致我花了非常多时间 今天这部影片会不会很无聊啊 第三个版本界面看起来是一样的 你知道这个版本差别拿吗 就是Cloud它的回答看起来好像已经正常了 但是其实我们去看它的程式码里面 它擅自帮我把GPT还有Cloud的模型改掉了 有没有看到这个版本它擅自帮我把那个4O改成4 然后Cloud的模型它也擅自改成2 最新的是3嘛 所以有时候就会发生这种擅自揣测上指的那种感觉 所以如果我不去检查的话 然后我用了我就会以为现在是对的 但是其实我不是用最新的模型 但这样就没有什么意义 那我做完这个版本之后 我是完全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我就一直用下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版本7 我给自己的注解是完成名称设置 就是可能他们有名字了吧 所以现在前面就会标注说它是谁在回答 而且我觉得这个版本很好的 就是你的讯息不用被洗掉 你可以直接传给下一个AI 那一样呢到版本7我还是没有发现我的模型 所以我们直接看到模型8的部分 模型8我指定它要用繁体中的回答 就是我直接写进程式了 那再跟大家讲一次这些过程呢 就是我可能写完了一个版本 我会直接告诉这个Gemini我哪边想要修改 它就会直接帮我想办法 那大部分的时候我做的事情就只有复制贴上而已 举一个例子呢 例如说我今天执行这个程式发生的错误 它不让我执行之类的话呢 它就会显示这样子一串代码在这个终端机里面 我就会直接把那一串复制给Gemini看 我就让Gemini解读 那它就会跟我解释说这个错误讯息是什么意思 那要怎么解决这样子 有时候也不一定它的讯息一定是对的 但是你看完它的解释之后 你也可以回去推敲说是哪边出了问题 因为像这些AI它可能对其他的AI要怎么使用 或者是程式里面要哪些设计之类的 它不是全部都了解 所以它只会用它现有的知识去帮你解决问题 但是有时候最佳解法不在里面 那可能就会绕一大圈这样子 或者是最后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过程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 你好 没有错喔 我终于发现我的模型被它改掉了 所以我就是把版本把它修正到最新的版本 那这个版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Club它的回答 老师会有这个奇怪的格式 那很奇怪的就是旧版本没有这个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新版本有 那我现在呢有找到我在修改模型时的时候 在Germini里面的对话 就是我直接把刚才我们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有这个奇怪的格式 我直接贴给Germini看 那除了贴给它看这个之外呢 我还把程式里面的Club的这一段 直接贴给它看 因为我说之前的版本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新的就会有这个问题 那刚才那个问法呢 最后是越问越糟 所以我就退回了上一个版本 然后我去查了更多Club它们官方的资料 然后我把官方的资料又贴给Germini看 所以像我刚才讲的有的时候 因为AI它们不是全部都知道 它们可能会不太清楚其它AI它们最新的模型啊 或最新的用法是什么 然后你就要去找它们的资料 然后贴给AI看 它就可以帮你解决 所以有点像是你必须要先给它工具吧 所以这边我就是贴给它 官方的一些范例什么的 它才发现说 原来就是Club它们的公司 Anthropic它们API回传的东西 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会给你一个很大的风暴 因为现在AI越来越多功能嘛 可能有时候回传图片啊 有时候回传音档啊 有时候回传文字 那你要特地把那个文字解出来 才会是正常的讯息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解决问题的版本 成功 就是成功把那个奇怪的格式给消掉了 而且它的版本是正确的 来确认一下它的模型 对模型是正确的 所以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就是可以问它们任何问题 但我觉得自己串接API很棒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字数多很多 因为有时候网站版很烦的 就是它会有字数限制 然后它就会偷懒 它就有很多字没有办法写出来 我就觉得用起来有一点阿杀 所以用了这个程式呢 你就可以自己去修改它的 MAX Token 这边 你就可以把它改成官方的最高上限 当然你花钱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它是怎样计价 但是API的价格是真的很便宜啦 就是可能一则回应可能0.0几美金之类的 所以这边呢 我们就来试看看每一个AI 哎哟Germyni很贴心喔 还问我想要怎样的主题 但是这个版本应该是没有记忆功能的 对它没有记忆功能 那其实我后来有想要尝试写一个 让它们有记忆的方法 所以就是又会是另外一个区块 所以我说真的是写不完 密码的第二个字是8 所以到这边呢 我们之前影片里面有用过的用法 除了它不能上网搜寻之外 这边都是可以用的 那到这版本其实我已经算是蛮有成就感的 结果果迪他就走过来 然后就说你可以帮我查一下 某个苹果产品它的最新消息吗 好那我就找 结果发现它不能上网搜寻 真的不行啊 这个一定 一定要有上网功能的吧 所以呢 到这个版本我就先停下来 然后我就开启了另外一个 计划 就是我要写一个AI可以连上网的功能 那这个AI其实不一定要是哪一个 就是不管是TrackGPT 或者是Gemini或是Cloud都没有关系 重点是要让那个AI可以连上网 因为我刚才有说过就是官方他们给的API 就是没有上网功能 所以这个上网功能 你要自己去另外连其他家的功能 例如说Google啊或是Beam之类的 那一开始呢我想说格局先小一点 就是先让TrackGPT连上网 我现在觉得我应该要用Cloud才对 但是没关系 那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我的心路历程 就是我直接问他说 Gemini API有上网功能吗 他就说没有 然后接着呢我就开始想说 我要来整合Google Search 还有TrackGPT的API 然后我发现这件事情 上网还是要做一些功课 就是你要去他们两边的官方网站 去找他们的资料 然后因为串接起来在网路上面 其实还没有什么范例 所以就是要摸索一阵子 所以从现在开始的计划都有点像是实验性的计划 然后我就没有特地帮他写一个界面 所以全部的东西都会在我的终端机里面完成 就是从现在开始就会没有界面 他就只会在这边跟我对待 第一个版本现在已经在执行当中了 失败了 真的蛮失败的 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下一个版本 是我说我成功又Bing上网了 那这个版本其实我只是单纯在测试 可不可以连上Bing News的API 就是里面是没有任何AI成分的 你就只是搜寻新闻的一个小小的程式 密码第三个字是9 它Google搜寻用来搜新闻的效果非常不好 就是它出来的东西可以说是完全不能用的 所以我就希望可以另外找一个新闻的API 把它串接到TrapGPT里面 这样子有两个模型就都可以用 那后来呢我的确是有把Bing News 还有TrapGPT成功的连在一起了 但是因为Bing News它的API也是有点复杂 它里面分了很多个之项 而且大家知道微软这个公司因为太大了 所以它什么资讯都有杂在一起 然后你要去找资料的时候就很 乱 就有一点无头苍蝇的感觉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版本 就是我可以成功的搜寻新闻的这个TrapGPT 一样呢我是没有界面的 我们现在在终端机执行的这个东西呢 是我跟TrapGPT在讲话 但是这个TrapGPT它又可以串接到Bing News 还有Google Search的一个功能 那我现在给它的指令就是我希望TrapGPT 可以帮我从Bing News里面找一些东西回来给我 它当然是要整理过的 我就问他今天台湾有什么重要新闻吗 他现在在找资料 那我是跟他讲说我希望他回传新闻的时候要有标题 然后里面要大致上这个新闻的描述 但大家发现他给我的资讯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我把他们可以回传的限制都已经推到最高了 就是想要多看一点新闻这样子 所以这个已经算是目前还算OK的版本了 密码第四个字是9 所以到这边呢我的实验已经差不多 我的精力已经浩劫了 有没有这是改不完 就是真的改不完 而且写到这边你就会想说 那我不如就是用German来就好啦 但我们今天这个实验就是好玩啦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我给你的那个档案要如何使用 就是我会把三个档案都给你们 但是其中一个就是比较实验性的 就是让TradeGVD上网 那今天要执行的程式都会用.py 这个档案就是程式本身 然后有另外一个档案是用来存金钥的 就是这个config.imi 那金钥档案点进去呢 就会有让你输入密码的地方 那那些密码你都要自己到官方网站去申请 那那个申请收费的方式你就是要自己看清楚 再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或者是你自己要拿去改成你自己的版本也是没问题的 或者是大家有想要看我在测验什么其他东西 或是写出什么其他的好玩的东西的话 也会在下方